欢迎收看新一期的视频 亚马逊雨林还有地球之废以及世界植物王国之城 同时亚马逊和流域对全球气候和生态环境的影响是举足轻重的 好了关于南美亚马逊就说到这里 而今天我想告诉大家的是 在亚马逊流域生长着一种奇特树 名叫炸弹树 光听名字就非常霸气 而这个名字绝对不是空穴来风 因为这种树非常粗壮 树干周长可达一米 果实如柚子般大小 果皮坚硬呈黄色 每当果实成熟时会自动爆裂开 坚硬的果皮四处飞射 微粒如一颗微型手雷 以爆炸点为原型的20米范围内 经常发现尿泪尸体 可见杀伤力很大 是不是名副其实 所以当地人建房子都会离此树很远 当然这种树除了它的杀伤力 令人近而远之外 还有另外一面 那就是它的枝叶可以做染料 经科学家分析 枝叶中含大量的听类化合物 如果提炼即可制成汽车使用的燃料 对于石油资源 日益枯竭的今天 无非是一件好事 你说呢 好了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先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